是相当离谱 孩子何孤呢 在台中大雅街头有一名理性妇人 与前夫争吵之后遭到了前夫一路尾随 理性妇人情绪失控 竟然就把车停在路中央 抱着三岁女儿 直接丢到了前夫轿车的引擎盖上 任由小孩在这上面淋雨挣扎 让目击的民众真的是吓坏了 由于这件事情已经涉及到了儿哨法 市府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 下雨天台中大雅街头红色轿车 紧紧跟在黑色轿车后方 女驾驶情绪失控当街停车 还把三岁女儿挡作武器丢到对方车上 对着红色驾驶大声叫嚣 这样这个当然就是很糟糕啊 怎么会把孩子放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事件发生在7号上有8年多 台中大雅名声陆雨得胜接口 外头下这雨低温只有14度 理性妇人与前夫发生争吵后 开车外出遭前夫一路尾随 妇人被逼急了一气势下 才会把女儿丢到前夫轿车的引擎盖上 虽然过程只有短短十几秒 却已经让路过民众 下出一身冷汗 净了解人气两方因为感情纠纷所致了 不过这个举动呢已经 似乎已经有违反到 这个又女的一个安危 那目前我们本所有力之前 去做一个家暴 跟一个人少保护案的一个通报 下去警方表示没有接获报案 影片po出后已派员前往关心 确认女童行动正常也没有受伤 不过妈妈的失控行径 已经明显违反儿哨法 市府社会局也已经介入调查 不排除对女童父母进行开罚 记得成本上林佳明 台中苏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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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得来最大